小慧 这事太好了 咱们俩一起去找高院长和高夫人 告诉他们你已经认妈妈了 不行 为什么 妈 高院长她们真的很疼我 当年我和小慧走失了之后 来 看一看 你偷我蛮的 偷我蛮头 你小孩子 住手 住手我蛮头 别打了 妈妈 妈妈 你在叫我妈妈 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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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弟 你醒了 你终于醒了 你醒了 别怕 妈妈 我要找妈妈 妈妈在 不哭 妈妈 孩子 不哭 不哭孩子 我给你削苹果 妈妈 我要找妈妈 宝宝来 吃苹果来 再来 来 真是把孩子饿坏了 好可怜 慢点吃 孩子 别噎着了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来 慢点吃 来 来 慢慢吃啊 多吃一点 来 来 吃饱了吗 妈妈 小弟弟 你爸爸呢 爸爸死了 死了 妈妈呢 妈妈 我不知道她在哪儿 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我不知道 我跟姐姐走散了 你还记得家住在哪里吗 我不知道 好可怜 怎么会是这样 阿姨问你 你要不要给阿姨做儿子 阿姨会拿你当亲儿子一样疼爱的 好不好 你答应了 你答应了 宝贝 妈妈 太好了 我终于有儿子了 我会好好爱你 我会好好疼你的宝贝 阿姨 阿姨 你是不是 因为高院长和高太太这样的疼你 你就忘记了妈妈 不愿意认妈妈了 妈 我怎么会忘记你呢 我不管跑到哪儿 我都会带着这个香火袋 我以为这一辈子都见不到你了 妈 我还常做梦 能见你和爸爸 妈 你一定要相信我 一定要相信我 好孩子 妈妈相信你 要光这样吧 咱们俩一起 向高院长 高太太 他们道谢 谢谢他们 这么多年来照顾你 妈 这件事情 还是让我自己来处理吧 为什么 妈 你放心 我一定会跟他们说清楚的 我放心 两位 你也来了 二位慢用啊 笑云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好不容易出来吃顿饭 你就是不肯去餐厅 非要到这儿来吃什么路边摊 路边摊有什么不好的 再说了 你做家教已经很辛苦的 我记得 小时候 妈妈常常会给我钱 让我带弟妹们去吃路边摊 好怀念那段时光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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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再说又难过了 快吃吧 老板娘 我一直在这儿吃午饭的 来来来 请 你们也在这儿吃饭 你们也来吃饭 是啊 啊 十三审 他 他怎么会跟咱会看到老板走在一块呢 好的 哲铭 我们出来这么久了 我担心店里有事 我们还是走吧 走 来 行 老板 好嘞 谢谢啊 王老板 面来了 王老板 你每次来一碗面就解决了 今天带位漂亮小姐是不是多点几个菜 行了 别啰嗦了 随便上来的话 来 吃面 好 谢谢 吃吧 挺好的 我平时都到这儿来吃饭 你会不会有点不习惯 不 习惯 挺习惯的 好 那快吃吧 对了 王老板 你要不嫌弃的话 就叫我王世荣好了 世荣 你这个人真的很老实 又挺实在的 对了 上次我跟你说的到我公司来帮我忙的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 老板娘 谢谢你的好意 我这个人不喜欢约束 我觉得摆一个小坛 我可以自由自在的 所以恐怕要辜负你的好意 你喜欢自由自在 你就不喜欢老婆管你 怪不得你到现在还没有讨老婆 不 其实我 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没有 我没有 这个人这么老实 不没女朋友 好 我就利用他来气气成功 你吃啊 老板娘 谢谢 再来喽 好 王老板 您的菜 好 谢谢 二位 慢用啊 老板娘 吃菜 很香的 好 怎么 有味道吗 还好 我闻 可香的 来来来 你吃点行菜 好吃急 好好好 好吃吗 好吃吗 真香啊 好 多吃点儿 你 你也吃啊 嗯 你在说什么 那个灵球侠 他确实是我妈妈 天赐啊 不 不是的 他不是 你看错人了 你认错人了 对不对 你在乱讲话 对不对 天赐 你没有别的妈妈 你只有我这个妈妈知道吗 你先告 你是高家的人 你只要我这个妈妈 你要几个啊 天赐 妈 对 我才是你的妈妈 天赐 妈妈疼我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去掉别人妈妈 那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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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什么都没有 她有没有钱 她住过疯人院 她不可能是你的妈妈 妈 她是没有钱 她是住过疯人院 她还踩过三轮车 可她就是我妈妈 可她确实是生我的妈妈 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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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是谁呢 我也是你的妈妈 记得当年 我把你从庙门口抱回来的时候 你是那么多弱孝 天赐 你是我这个妈妈 一点一点的把你抚养成人 没有今天 这都是我这个妈妈的功 你知道吗 妈 天赐 你现在不想要妈妈了对不对 你是要离开妈妈了对不对 你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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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么这件事 我来处理 我来处理好了 从今天开始 你再也不许出去了 妈 说不准出去 就不准你出去 你不可以再去学校 你只好能给我待在家里 天赐 我会跟爸爸商量的 爸爸会处理好这件事 你只要不离开妈妈 妈妈不能没有你 儿子 妈妈不能没有你 妈妈 儿子 妈妈 儿子 妈妈 儿子 这件事恭喜你 一定是你的自作之心 感动了天地 那个臭小子回来叫你妈妈了 真是太恭喜你了 阿姨 恭喜你 儿子叫我了 你们怎么了 这么高兴 药光认我了 他叫我妈妈了 你说天赐 是啊 天赐他 他承认自己叫药光了 太好了 恭喜你 那人呢 没回来 他已经去找高院长了 他要跟他们说清楚 肯定没问题 你放心吧 只要他们父子俩跟我婶婶一说 婶婶肯定会谅解 让孩子回来的 真是感谢老天爷 感谢老天爷 我就想马上把他接回来 你们谁也别想把他接走 婶婶 你还叫我婶婶呢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婶婶吗 我们是怎么带你的 你居然帮着别人来敲我的儿子 婶长夫人 不要这么说话 又失你的身份 王恩自义的东西 你忘了你的命是谁救的 我看你们三个也够狠心的 你们竟然连起手来抢我儿子 让我们母子反目成仇 这还有天理吗 婶长夫人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是 妖光她确实是我林秋霞生的 她的父亲叫姜传贤 她是姜家的血脉 但是我很感谢你这几年来 对她的抚养 但是什么 但是 是 这些年 要不是我 天赐 早就在庙门口饿死了 当年 在庙门口 天赐发着高烧奄奄一息的时候 你这个妈妈在哪儿呢 她饿着 冻着 没地方住的时候 你在哪里啊 她哭着喊着找妈妈的时候 你要在哪里啊 是我这个妈妈 这么多年来 不眠不休的照顾她 我担心她饿着 担心她冻着 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把她养大成人 你居然跑这来跟我要儿子 你凭什么呀你 试试 你别太激动啊 我想一定能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 没有的是 儿子是我辛辛苦苦养大的 我绝不会交给你们的 喂喂喂 喂 院长夫人 你这么说也太过分了吧 你们试试救过我的命 行啊 花多少钱我可以还呢 连铁鞋我一块儿还 那孩子本来就是人家求侠生的 凭什么说是你儿子 我只听过抢东抢西 还没听说要抢儿子 你这样说出来不让人可笑吗 有本事你自己去生 你给我住口 你跟我谈钱是不是啊 好啊 你还给我 我全收 我 还有你林秋霞 这么多年来 这天赐的抚养费 教育费等等等等 还包括好多费用 还包括我的心绪 你说 你该怎么跟我算呢 你说话呀 如果 你能拿出钱来 把这笔账跟我算清楚了 儿子 你马上带走 试试 你看秋霞那么出 他怎么拿得出这笔钱呢 没钱跟我说什么呀 没钱 就别跟我提这事 钱钱钱钱钱 多少钱你说开个数 十万 十万 没错 是十万 如果你马上把那十万块钱拿出来 儿子你立刻带走 否则 你们从此以后别再跟我提儿子的事 先生 高畅畅 高畅畅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开口要十万抢银行 十万 爸爸你别生气了 不就要十万吗 你不是有钱吗 你去帮秋霞一副钱好了 喂 臭小子 十万块钱 你爸爸全身剩下只有几百块钱 怎么还给别人 金水 你就不要再胡说了 要不是你在这儿胡说 这好好的一件事情 能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你是在怪我了 怪就怪你婶婶 怎么了 有钱就了不起 有钱人就可以耀武扬威 拿钱压死人 金水 怎么能怪我婶婶呢 你想 他养天赐养了那么多年 能没感情吗 能舍得吗 就像你和阿丁 你们 你还别说阿丁 如果说阿丁谁要要的话 我掰送给人家 你当我是你卖的药 药送就送 如果是那样的话 你去当他儿子好了 你臭小子 我只是打个比方 我要真把你送他们家也行 来他们家有钱 可以吃香喝辣的 好好享受享受 万一遇到什么好东西 你给爸爸送回来 我说你做梦 金水 你能不能不搅局行不行 现在秋夏去找我婶婶 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 你 有人多担心啊你 这样看来我是看错这个女人了 院长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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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 赶快起来啊 我求求你 求求你放过天赐 放过我们天赐好不好 太阵重了 百炐 都盼着我 早些给他们高家生个儿子 传宗接待 可是一年一年都过去了 我宫婆对我很冷淡 也很失望 我好恨自己的肚子不争气 为了这个事 我劝我的丈夫 再去另取一方 可是她不肯 而且还对我特好 越是这样 我越是绝对愧疚于她 正好听人说 有间妙狠灵 我们就去求菩萨 菩萨说 我的儿子就在眼前 你知道吗 我那天一出妙门 第一眼 第一眼就看到天赐 蹲在那个角落里 那么可怜 那么瘦血 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妈妈 我当时就认定 这是菩萨送给我的儿子 天赐一天天地长大成人 没想到 你却跑来说她是你的儿子 你要把她带走 这样对我公平吗 园长夫人 你对 妖光的好 我永世难忘 我真的很感激 你的心情我全都了解 你爱天赐我也全没了 可我也是她亲生的母亲 从她生下来 把她丢了 我每一天 都想她 没有一刻不想念她 她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我一把水一把尿都把它拉扯到 不容易的 俗话说 快刀斩不断长流的事 是姑姑已经找到妖光了 又要把它留在你家 你说这事对我公平吗 那你说 你说这事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真的希望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不可能 要么天字你带字 要么留在这儿 怎么可能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呢 凌秋佳 你说 你把孩子带回去 你能给他什么 你让他去赚钱 去打工养家是吗 你有钱送他去念书吗 我告诉你 将来我会送天赐出国 将来我会把高家的产业全部传给他 你要是爱这个儿子 你就要替他的前程着想 你不能毁他的前程你知道吗 我 我话说到这儿 如果你只要这么做的话 我就无话可说了 我说他要eka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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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太太说了 如果把阳光带回来 会毁掉她的前头 我到底该怎么做怎么好的 天赐 爸爸今天要你出来 只想跟你说 你的想法很好 你要见你的亲妈妈 那是对的 如果你不见 爸爸倒会觉得你心态狠了点 爸爸 你什么也别说了 你心里想什么 爸爸都明白 其实爸爸是舍不得你走 你彩虹妈妈更舍不得你离开 不过你放心 我想我们一定会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来解决的 爸爸 我的亲生妈妈是个好人 我想可不可以把她接过来和我们一起住 这样我就不用走了 我也可以同时拥有爸爸妈妈 还有我的亲生妈妈 这倒是个好办法呀 真的 谢谢爸爸 你的亲妈妈 不知道愿不愿意接受啊 我知道 她是一个性格很坚强的女人 再说 你还有三个姐弟要找啊 你放心吧 我会看情形而定的 如果她愿意接受我的帮助的话呢 我会有一切关系来帮助她的 谢谢爸爸 爸爸 我可以去找我的亲生妈妈吗 当然可以啊 这是应该的 不过 不过 我出来的时候 你彩虹妈妈她不在 也不知道她现在在想什么呀 爸爸 在你回家之前 我告诉了妈妈 我想认清妈妈的事 她听完之后 就难过的走了 她难过 也在所难免嘛 因为她一时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啊 不过 你放心 等她回来以后 我会好好开导开导她的 多谢爸爸 爸爸 那我现在 能去见我的亲生妈妈了吗 当然可以啊 这是应该的 可是 我不知道她住哪儿 你看爸爸的记性 世荣呢 给我写过一个地址 待会我给你 你按照地址去找 一定能找到你的亲妈妈 你看看那个婶婶 骂秋霞气呼呼的就走了 秋霞还去追她呢 我担心秋霞追上她之后啊 会被她打 不会的 我婶婶不是那种人 怎么不可能啊 明明那个孩子是秋霞的 你婶婶非得不把这个孩子还回去 还气势汹汹的 喂 你还能做得住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又知道什么了 你现在行了 又达到了个有钱的老板娘 积水 你胡说什么呢 你 我说什么 你心里有数啊 不然 人家那个老板娘一天到晚的来找你 她能对你没意思啊 一看穿的珠光宝气的就是有钱人 喂 人家放着商店不去买 偏偏去你小摊买东西 因为我小摊的货便宜 所以她来找我买了 怎么了 有钱人在乎那么一点钱吗 积水 你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 你不要再乱说话 我对秋霞始终是如一的 你听着 是秋霞他大伯委托我 帮他去找孩子 也委托你去爱秋霞了吗 我跟你说 你心里呢 现在已经有了别人了 可是我心里现在对秋霞越来越有好感 这样吧 秋霞呢 是一个慈爱的母亲 你把秋霞让给我 你就踏踏实实追那个老板娘就行了 咱们各取所需嘛 你是越说越不靠谱了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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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怎么了 我没事 那个女人没说什么难听的话吧 没为难你吧 我觉得高太太 还是挺疼耀光的 你说我婶婶 疼耀光 你说到这儿我就搞不懂了 秋霞 我婶婶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有什么话 能不能说出来 大家一起商量商量 也许能找到好的办法呢 对啊 对啊 妈 妈 等等 你别再讲我妈 你叫高天思 你从今以后是高家的人 你再叫江耀光 就当作我认错人了 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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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没这样说话呢 秋霞 秋霞怎么变成这样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你逼我承认我是江耀光 我现在承认了 你又说我不是 你说你认错人了 你说我不再是江家的子孙 我是高天赐啊 我知道 你是不是不想认我这个儿子了 妈 妈你出来把话说清楚啊 妈 天赐你出来把话说清楚啊 妈 坐坐 天赐 我也不管你是天赐 还是耀光了 妈 你冷静冷静好不好 坐在这儿 叔叔一定给你问个清楚 好不好 世王你还站在这干什么呀 你进去问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 阿姨 你为什么不认你的儿子 看你每天都在想你的儿子 甚至我陪你睡觉的时候 你都在想他们 真的这样吗 嗯 是的 我听你常常在梦中喊你孩子的名字 我常常都被你喊到醒来 我看你喊得那么难过 我还哭了好几次呢 我真的不明白 现在耀光哥哥来了 你为什么不认他呢 秋小 世王 秋小 你到底什么原因 是我婶婶说了什么话刺激你了吗 我不知道 那 阿丁 阿丁啊 秋小阿姨的儿子在客厅 你去跟他聊聊天好吗 好 世王叔叔 你要好好安慰阿姨 我知道 阿丁之弄事 去吧 嗯 你为什么不肯认儿子 是因为我婶婶给你的压力 还是因为她给你要钱了 到底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 院长夫人对我说了 说你把她要回去 以后怎么办呢 你能给她什么呢 是回去种地 还是做工 还是你念大学 出国神造功成名就 院长夫人的话提醒了我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是 我硬把耀光要回 我带她去哪儿啊 难道让她去左宫养活我 养活她大伯 养活三叔 她还是留在高家 过安安稳稳的日子 高院长还能栽培她 就是阿丁 为了儿子的前途 我可能太自私了 我比院长夫人还要自私 我想利用院长夫人 来栽培我自己的儿子 秋夏 你用不着这样说自己 我知道你这么做 是替孩子设想 可是你替孩子设想 跟你和孩子相认 这根本不冲突啊 是啊 这是怎么能不冲突呢 我让耀光去认祖贵宗 那高院长和院长夫人 还能栽培耀光吗 他说得对我认了儿子 可能能实现我找儿子的愿望 可找到儿子的愿望实现了 又能怎么样呢 你说呢 我不冤了 最多少一个儿子 可是对耀光来说 他的前途重要 我做母亲的 可能也就只能做到这一点吧 秋夏 你也肯这么委屈自己 秋夏 你真是太伟大了 我真有什么伟大的 我只是为儿子着想 你想过没有 你现在不仁耀光 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也许他们再不跟你见面了 是哦 我已经想好了 我也跟儿子说了 就知道他没有我这个妈 我也尽量避免见他 可是秋夏你 对 他是你的儿子 我可能没有什么权利读书 但是你想过没有 大伯大嫂 他们会同意吗 据我所知 他们没有孩子 他们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你把孩子找到 大嫂曾经偷偷地跟我说 她希望你把小儿子找到之后 能过寄给他们 这样大方就可以许香火了 可是现在 要公你不肯相认 小儿子又找不到 现在不要说你这样做 对不起你丈夫 对不起江家的祖宗 你知道你要面临多大的压力吗 你为什么不想一想 我想不了那么多了 只要耀光他能够在高家 快快乐乐地做他们家的少爷 不管怎么说 对耀光的前途有好处 我这个大妈妈的 只能做到这一点 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痛苦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委屈自己呢 求求你 谢谢你 喂喂喂 小邝 你不要难过嘛 要不然我也会伤心的 叔叔给你变个魔术 来 变个魔术 看看 你看看 你不要面无表情嘛 我也不希望你笑啊 至少你可以鼓鼓掌 蓬蓬掌 总是要有的吧 我在这儿给你鼓掌啊 喂喂 你个臭小子在这儿捣什么乱 哎 如果你们这个大小孩 跟小小孩在一起 比较有话说 快点 叫一下耀光哥哥 耀光哥哥 你好 耀光哥哥 其实你呢 也别伤心 阿姨她也很疼你的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啊 因为阿姨她很疼我 什么事都告诉我 她睡觉的时候 都叫你的名字 耀光啊 也叫耀祖 我我陪她睡觉的时候啊 我经常安慰她 叫她不要烦恼 哎 对对对 这个秋霞啊 特别疼阿丁 她把她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 我都跟秋霞说过 如果她的小儿子没找到 我就把阿丁送给她了 哎 你知不知道 阿丁跟她是无话不谈 阿丁要是病了 秋霞她是吃不下睡不着啊 我知道了 我妈不认我 就是你的原因 耀光哥哥 其实阿姨心里只有你是她儿子 我本来就是她儿子 你算什么 喂 你干嘛那么凶 你口气这也太过分了 你妈妈也不是你一个人的 你是不是另外还有一对爸爸妈妈 如果我追上秋霞 我娶了她之后 阿丁就成了她的儿子 我就是你的后爸了 你真不要脸 喂 你怎么骂人呢 你爸妈没有教你要讲礼貌吗 你妈妈手刮那么多年 现在不是我一个人在追她 是荣也在追她 我们两个人叫公平竞争 好 我妈不认我 就是因为你们这两个男人 还有这个阿丁是不是 这 我算是无话可说了 我走 喂喂 你别走啊 别走啊 哥哥 妖光哥哥 别妖光哥哥了 就要他天赐 天赐哥哥 一个人怎么有这么多名字 你不是也有很多名字吗 王天丁 臭小子兔崽子 不都是你的名字吗 这全都是骂人的 怎么能算的你 嘘 喂 你求求阿姨现在怎么样了 他在哭 世荣叔叔在安慰他 这么好的机会又给王世荣了 我去安慰他才对 这么好的机会 妈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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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给皇上 听你 好 看你 宴 怎么能有地 天赐 你是怎么了 你怎么一个人这么晚了还在这儿呢 你说话呀 可天赐你还哭了 你跟我说你到底是怎么了 你告诉我 今天我找我妈妈谈过了 你找她谈过了 怎么就这么伤心呢 你快说 你怎么说 她让我回高家 做高家的孩子 永远不要回到她身边 为什么 我不知道 我今天去过她家 看见两个男人 一个叫金水 一个叫世荣 他们都想娶我妈妈 那个金水 她还带着个孩子叫阿丁 阿丁长得很可爱 我妈妈特别疼她 我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妈才不认我 她怎么就这么不要脸呢 李宜娟 你怎么骂我妈妈 我才俩能骂她 你千万不能认这种妈妈 你知道吗 你还记不记得我告诉过你 我说你就是高院长的儿子 你想想看 你们家那么有钱 你可千万不能离开高家 你知道吗 否则 就像我一样 像你 像你什么 不是了 我是说 如果我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妈妈 我肯定不会去认她的 更别说跟她 回乡下过那种又苦又穷的日子 你想想 如果你要回到乡下 你就得种田 你还要做工 你还会有书念吗 她会好好地培养你出人头地吗 坦白说 我也不想回她那儿 那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听此 你还是听我的劝 你回高家就对了 我不回去 听此 你确定你不要回去 我不回 我不回 我哪儿都不回 你 那好 既然你不要回去的话 我带你去找一个人 他有可能可以暂时帮助你 谁啊 就是你的葛老师葛明啊 这颗南洋珍珠戒指 橙色真的不错 要是戴在我凤珠的手上 那肯定漂亮 这是我专门给香兰买的 香兰 快谢谢程总啊 来 香兰 我给你戴上 程总 谢谢你的好意 这个东西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香兰 这枚戒指对你来说是贵重了 不过对我来说 与钱无关 我只想送你一个礼物 留着纪念 如果我戴这枚戒指的话 你太太知道了怎么办 香兰 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呢 真是 你是这壶不开提那壶 开手壶不拿 哪一壶 人家程总愿意说你做偏方 那是你的造话 老板娘 你胡说什么 我 你先出去一下 我有话跟程总说 让我出去 香兰叫你出去 你就出去吧 你在这里 香兰不好意思 那我出去 我出去 现在可是大牌了 连我都打呼 程总 香兰 我真的很喜欢你 小我程刚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 从来都没有真正喜欢过一个女人 只有你 只有你让我朝思暮想 香兰 嫁给我好吗 嫁给我好吗 嫁给你 这怎么可能啊 你不用担心 我可以帮你赎身 以后我还可以让你过上富裕的生活 你太太呢 你太太怎么办 我太太的事情 我自己会处理 我 向兰 我一辈子除了名分不能给你之外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我做不到 你什么呀 你什么呀 天这么黑 风这么大 妈妈呀 何处十二家 可爱吗 你 Four stretch plaintiff 小姐姐 你说什么 妈 痴痴的我 你的孩子 就要回家 回家 风在起 也在冷 心儿在 云里多长 天在暗 心在彷徨 有风暗 黑暗中 闪闪发光 有声乐 在梦中 轻轻 靠向心房 有声乐 轻易 添满 年少 时报 暖暖的笑容 那样温暖 像浮灭的烛房照亮梦想 不再流浪 不再失望 有我们的地方就有家 中文字幕志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青春的容颜一夜无处迷 走多远才踏遍人是悲喜 有一生勇气也无法忘记 人气远灭不过花里怀疑 最终人散 漂不满里 只剩下不安留了心底 一生努力也无法忘记 聚散你多远的一场梦来语 你愿注定 是非不及 有一颗真心要变坚定 坚定 一路的思念 悄悄千里 追散你多远的一场梦来语 你愿注定 是非不及 有一颗真心要变坚定 坚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